25年前犯下杀人案的枪手陈莱发 通气逃亡24年之后遭到逮捕 而他过去曾经是社子的资神角头 而他自以为通气追溯期已经期满 所以就回到了社子老家生活 但是检警已经掌握情资 随即盯上了他 将他逮捕之后扭送士林地监树 小处店里男子和三五好友相约 但饭吃一吃遭到便衣刑警包围 你看我我看你气氛顿时好尴尬 警方甚至不知该如何开口 因为他是杀人通气犯陈莱发 65岁的陈莱发绰号漫末 喜欢对晚辈碎念又被称为陈老师 是社子区的资深角头 1999年12月枪手陈莱发在 北市市林的卡拉OK一枪毙命债务人 事后弃案逃亡至今24年 为了躲避茶器藏匿新北和桃园 平时居无定所身上不带证件 大多深夜才出门 不是走路就是骑脚踏车 而他睽違多年回来社子立刻就被顶上 这个陈姓通气犯竟然没有相关的前科照片 我们只能根据他的指纹来做比对 才确定核实这个陈姓通气犯的真实身份 我们全案询问以后 依这个杀人罪 自以为通气过了追溯期就没事 回到老家趴趴走 但老早就被检举锁定身份 该还的还是得还 后半余生恐怕得在老里度过 记者这么报道